OK 大家好 我是Jerry 我們今天來到了跑馬古道公園 那這邊是位於宜蘭礁溪 那大家知道說這公園之前是什麼嗎 那這邊以前就是陸居民的訓練班 那全台灣誰最有資格幫你介紹這一間陸居民的訓練班呢 那就是我 沒錯 因為我曾經在這邊當過末代征戰士 我們今天帶大家來逛一下以前的陸居民的訓練班吧 Let's go 我說真的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地方呢 是我在武莊的時候的畢業旅行 那時候我們住在山上 那走下來的時候就經過這個營區 當時會覺得說這個到底是什麼地方 那後來還知道說這邊就是當時的陸居民的訓練班 我是1994年當兵的 那時候呢 新訓中心就是現在的魏武營 後來被選中去當陣戰士 然後來在北投授訓 抽籤來這裡 那抽籤剛好是唯一之籤 那這邊的地理位置跟大家講一下 他其實呢 這邊有分成南北營區 第三、第四中隊 我當時在第四中隊 那第四中隊呢 在二樓 那這邊呢 是他們行政大樓 當時呢 他也有一些像那個義務域的兵啊 在這邊所謂的駐守 這邊基本上是陣戰的大本營 因為全部呢 都是掛陣戰的 除了連長 是掛步兵的之外呢 幾乎呢 像葡萄長啊 裡面的行政長官啊 都是掛陣戰的 所以這邊幾乎是陣戰的天堂 那對面這邊呢 就是他一個大禮堂 這個大禮堂 右邊這邊是第二中隊 這邊是第一中隊 那第二中隊呢 他是做那些所謂的管訓隊 也就是說呢 你在師級呢 關禁閉 關到可以升等的時候呢 就會到第二中隊這個明德訓練班呢 做管訓 那這邊可以打操場 那我們當時的生活 幾乎都在這邊 都在這邊 明德至善 那第一中隊 第二中隊 第三中隊 第四中隊 所以我們是善制 我們只要發文的話呢 就是善制 第四中隊發的文 當時的營區是這樣子 那這邊呢 保留呢 就是當時的這個行政大樓的一個門口 那當時是我們的操場 操場 那後面那個建築呢 就是當時的第三中隊 跟第四中隊的一個建築 我在那個建築物裡面的二樓呢 的一個房間呢 當兵呢 當了大概一年多 那這邊當時呢 就是這邊操體能啊 拉當槓 然後呢 對面呢 就是溫泉會館 所以呢 來郊西呢 這些來做回憶的這些阿兵哥呢 他們在進來報到之前呢 大概八成吧 都會先到對面的那個溫泉會館呢 泡泡湯 然後 紓壓一下 然後再進來呢 為期大概八個禮拜 最短八個禮拜 那最長的話是十二個禮拜 因為基本上呢 我們當時有所謂的預備週 預備週的話 大概最長四個禮拜 所以呢 有些阿兵哥報到的時候 如果幸運的話呢 隔天就開訓了 所以他只要在裡面待八個禮拜就結訓 不知道這裡面還能不能常觀 這裡面呢 一般都是大通鋪啊 大通鋪 整排都是 去看看裡面還能看到什麼 這邊呢 就是大通鋪 就是呢 一般呢 我們會說所謂的學員呢 他們就是在後面這個大通鋪裡面睡覺 那在這邊當兵一個好處就是 它裡面呢 夏天呢 還有熱水 冬天呢 還是有熱水 因為呢 他們這邊的熱水呢 都是溫泉 那我們當年就從這邊 我記得 它這邊還有把它拆掉 那進去之後呢 從 我是那時候在這邊的這一間 是我的辦公室跟房間 我有自己的房間 然後現在是藝術工房 我們當時的建築物呢 就是這邊上去是樓梯中堂 然後呢 兩邊呢 就是幹部的一個宿舍 當時呢 我們的空間就是 我的辦公室 然後我的房間 然後連長的浴室 然後中山寺 旁邊一個很大的空間 再來就是兩個排長寺 再來一個教室 哇 這個已經幾年了 快30年了 幾年了 1994 快29年了 現在已經改成這樣子了 那後面呢 後面呢 其實呢 它這邊當時呢 我們在養鴨 起鴨 然後種一些溫泉的一些空心菜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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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有一個洗衣室 餐廳 餐廳後面呢 就是洗衣室 所以當時呢 我們就在這種環境當兵 它這個是我們的飯 飯廳 這邊 飯廳 吃飯的地方 吃飯也是有分喔 一邊是第四中隊的 那另外一邊是第三中隊的 這邊真的是充滿了那時候 年輕時候的回憶啊 這邊是餐廳 那餐廳的旁邊呢 它其實就是一個洗衣場 那至於焦西明德訓練班呢 之前也發生過一些像 什麼逃兵啊 或是一些毆打事件啊 那在我當兵的時候呢 確實呢 有發生過逃兵的事件 聽說呢 是從洗衣場這邊 然後爬牆出去 就出去了 那為什麼好爬呢 因為洗衣場裡面有衣服啊 那衣服的話呢 如果你多帶幾件的話呢 可以把自己的手腳呢 把它綁住 然後呢 就可以壓到那個鐵欄杆爬出去 那這邊其實有那個 當時我們還有那個洗手台 洗餐盤的 那溫泉水從這邊下來 那這邊呢 其實就是一些養鴨場 養鴨場 這邊的鴨呢 都是吃這些那個溫泉空心菜 所以它這邊的鴨肉呢 超好吃的 所以 所以礁溪的那個鴨場非常有名是因為 它這邊鴨都是吃這些好菜 而且呢 水質又好 礁溪的溫泉呢 我可以說台灣泡起來的話呢 它的水質是我覺得 超有用的 然後這邊呢 分享一個小故事就是 因為回憶冰 有時候年紀都蠻大的 我當時帶過最大的冰 好像是43歲 44歲的 它那時候呢 兩隻手都是老人斑 那我們帶它去做那個 洗餐盤啊 它大概待了兩個禮拜之後 它整隻手背 因為只要有那個泡過溫泉的地方 整個老人斑都不見了 所以它整隻手這邊 老人斑都不見了 所以當時會覺得說 礁溪的溫泉呢 真的是超有用的 那走到這裡呢 這邊是他們的行政大樓 當時啊 正一正二正三正四正五呢 都在這裡 它基本上是一個四合院的概念 前面辦公室 然後後面兩邊呢 就是廚房跟那些 那個阿兵哥的那個房間 當時我來報到的時候呢 還住了大概一個晚上 然後呢 我就放假 放完假之後呢 就被分配到 第四中隊區了 所以我在這邊待 待兩三天吧 去看一下 這邊就是當時的那個 當時我們在這邊打電話 只要要放假或是有空的話呢 來這邊排隊打電話 在那邊 那那個房間的旁邊呢 就是那個保房 正式保房的那個房間 這裡 這邊 當時呢 公共電話就在這裡 那這邊呢 這邊呢 那個 當時的那個 電報室 跟那個 後面的話呢 是那個 後面的話是房間 就是宿舍 常態性的那個士兵 就住在後面的那個房間 那 這間呢 就是當時的保房間的房間 郊西 跑馬 古道公園 我們當時呢 就在這邊呢 排隊打電話 郊西德陽園區 就是呢 我們以前的明德訓練班 那就是他的門口 那我們介紹了第三 第四中隊之後呢 我們再走到對面呢 就是所謂的 第一跟第二中隊 他這個土丘 是後來蓋起來的 本來沒這個土丘 這個是大門 這個是大門 那這邊呢 其實有一道那個 一道牆 這邊是憲兵隊 我們是用憲兵站門口的 所以我們每一次要吃飯呢 要從第三中隊 第四中隊呢 走到對面呢 後面的餐廳呢 去打飯 好 去繞一圈 好 來看一下當年的緊閉室 長這個樣子 這是當年的緊閉室 說真的我還沒有進來這邊過 因為一般呢 如果你是正常當兵的話呢 你應該不會進到緊閉室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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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